来玩这款游戏 末日危机 上师来袭 上师来袭 有三方 免费领取 他那个是磁铁啊 这已经出到二了 没想到一代有那么多人玩了 我都不知道了 我想说 应该就这样子过去了 没想到二代就这样出现了 这边这个他们是上师吗 怎么看起来像骑行种 这什么 诶 真的二代的氛围啊 是不是 感觉 品质有变高啊 立场 刷刷刷刷刷刷 选择技能 我们应该是要用增加伤害吧 玩不到一分钟开始有这种的 包起来吃了 增加攻击范围 他一直推荐按这个 快按照底了没 进化新的方向 这什么东西啊 增加88伤害 或者是增加范围啊 那我要增加伤害 哦 第二波 能量护盾 光速步枪好了 磁铁 光速步枪 火力 哎呦 boss 啊 嗯二代确实精致了许多 看来是赚了不少钱了 这种歌草游戏做的比大部分的歌草游戏还好玩的 只能说大部分了不能说全部了好吧 升级明显变慢咯 火力哦 要不要看个广告用磁铁 哇 好壮观的 全部打火力就好了啊 好壮观的 过得 啊这是没什么招的 就这样而已啊 好像没有什么技能呢 那我发现 他做的精致归精致啊 好像 技能不多啊 这只boss 没干嘛他就挂了 职铁 招式太少了啦 嗯 这点有点可惜啊 招式 太少了 刚刚玩起来刚刚不小心在打哈欠了 应该搞个无人机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二代差不多就这样了 那什么刷结束啊 永无只见一直打 新的方向 不断消失产生爆炸 不断消失产 哎干这波爆炸太瞎了吧 一直爆炸超强的 我想说是什么小范围爆炸 没想到他竟然是全屏大招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花里胡哨的技能 都是垃圾 再爆一次啊 再爆一次 哎呀怎么断不爆了 是我要把互动给弄爆吗 你该不会就只爆那一次 然后就没法再爆了吧 我把互动给弄爆炸 打我也不痛啊 我何必跑呢 你打我就不痛 是不是你看 啊过关了 打一场大概 六分半吧 好有了啦雷云发射器 一直解锁新技能的 果然要打越多关技能才会越多 然后这边 这些角色做得还挺有特色的啊 是不是 不愧是二代哦 很明显的变化 任务 凝取 磁吸效应 自动激活磁吸功能只要花你31块 还挺便宜的嘛 一吃二是有boss的 我的伙伴第2个 他最高可以派几个伙伴出来啊 多了伙伴 优势好玩的氛围就慢慢出现了 我现在发射器 啊多了伙伴真的有差啊是不是 还可以啦前面想说玩到有点 有点觉得无聊的在那边打哈欠了没想到第2场就OK了 病毒来袭 像火箭筒啊根本不用他他们 增加伤害 DT绿场吧 我多了一位角色输出就差很多了 火箭发射器 绿场好了 我这样技能就变丰富了 参战角色越多就越丰富了 我用一个雷云 雷云是这个 开始越越特别了 有雷云了 继续雷云 继续拉P好了 啊 整体来讲是这样子表现的还算是不错的 大家拜拜